画牢威正天在北京环境隐称火了 尽管贵为首领 但它还不是我最喜欢的八天湖成员 有一个三变战士闪电 才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它既可以变成坦克成为陆战之王 也可以变成超音速战斗机 惩霸天空 还可以以机器人的形态和红蜘蛛拉拉加长 顺便策划一下如何暗闪威正天 然后篡权上位 从技能上讲 可谓既砖又犯相当的有弹性 但是呢 这不就苦了站在正义一方的气色人和地球人吗 还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 怎么探测和防备呢 好在我们的雷达也很有弹性 军用雷达通常都可以采用跳变和截变的方式 来改变其扫描的频率 不仅达到了反跟踪反干扰的目的 还可以针对特定的目标来增强探测范围和探测精度 举一个例子 隐形飞机 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外形和涂层 可以散射和吸收大量的雷达波 所以反射出来的截面是很小的 在雷达屏幕上不容易判断 但是它也有个漏洞 吸波材料的厚度决定了吸收波长的上限 而飞机表面的涂层在后又能厚到哪儿呢 我们只要把雷达切换为低频长波模式 就能够把它找出来了 然后等待时机再切回高频短波模式 精确定位最终直到实施打击 有没有感觉这种弹性要比闪电更深一筹啊 上面又是科幻风格的动画片 又是军用雷达 好像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都挺远的 其实在我们身边 就有大家都能够接触到的科技 已经能够实现这种灵活的变化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CPU了 因为现在的CPU 特别是企业使用的CPU 通常会运行很多不同种类的软件 或者叫做应用负载 所以它既要在常规用途下 确保足够的通用性能 还要为一些越来越重要的特定应用场景 和应用负载提供优化和加速 弹性是它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了 那么CPU又是怎样实现这种弹性的呢 答案就是调频技术了 而且还是能够对单个 以及多个CPU核心的频率 运行状态和功耗 进行精细化控制和调整的调频技术 我们都熟悉的Intel 在它主打数据中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适强可扩展处理机上 就使用了一种名为SST的频率选择技术 它可是这类调频技术的代表和佼佼者 能够让CPU在更优能效的前提下 满足不同负载的差异化需求 就跟雷达能够通过灵活变频 来应对不同的战场环境一样 有着很强的实战价值 想象一种场景 在线游戏 如果我们要用服气 支持那种对心理要求很高 对延时相当敏感的在线游戏场景 我们就可以把 智强可扩展处理器的这种魔法施展出来 将它调整为高主频低核心数量的模式 集中力量干大事 就将Intel智强CPU的高主频 潜能完全发挥了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马上切换到 类似于云业物这类需要 CPU同时处理很多并发任务的场景时 也可以马上将智强可扩展处理器 调整为低主频高核心数的模式 来充分利用智强CPU多核心加多线程的优势 尽管前后都是同一个CPU 但承担的任务一变 它就能立马改变自身的状态 来灵活适应 用现在年轻人的流行语来说 简直就是可贤可甜 变化万千 SST一共有 SSTPP Performance Profile SSTBF Base Frequency SSTTF Turbo Frequency 和SSTCP Core Power 4种模式 通过这4种模式 用户不仅对单个核心 也可以对多个核心形成小组进行调控 按需调整它们的主频 包括基频和锐频的高低 来应对不同优先级任务 对于CPU算力的要求 所以大概霸天虎的三变战士 就变化的多样性和灵活度而言 在SST面前恐怕也只是个弟弟吧 SST的这种特殊本领 也让很多行业都有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比如电信也 就可以更加灵活的部署其算力 使各种关键负载的处理效率得以大幅提高 中国电信就有很好的用力 当它们开启搭载了SST技术的 第二代英特尔之强可扩展处理器的 基频调节功能之后 就可根据对各类工作负载优先级排序的结果 将高优先级的负载绑定到频率更高的核心上 通过实际测试 这项技术的启用 使其控制云和转发云的性能 分别提升了61%和11.09% 可以说是非常显著了 在电力行业 SST的应用价值也得到了验证 为了更高效地打造电力5G网络 应对自动化 智能化设备所需要的大量信息传输 和数据处理的需求 国家电网也引入了第二代 英特尔之强可扩展处理器 并开启SST BF模式 用部分高频运行的核心 来应对5G MEC场景中 高速用户面数据转发需求 这种应用 不仅能够提升方案中 关键工作负载的处理效率 还让整体能耗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技能输出灵活多变的性能 又能作用于小到单个CPU 或者单态服务器 大到整个数据中心的能效优化 这就是SST的魅力所在了 过去我们可能更看重前则 看重性能上的收益 而今天在大家更加看重节能环保 更加重视双碳政策的落地 更加强调绿色可持续发展时 SST在提升能效上的优势 也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当然最终 不论是真效还是节能 SST带来的所有实惠 都将落到我们身上 只是它对我们的帮助 很多时候都是悄无声息 潜移默化的 就像个话不多 但是很可靠的技术男 可能只有设立内人的坏蛋 比如威震天才会那么化劳吧 我会请不吝点赞 订阅